各位關心西亞局勢 還有喜歡這個Jim Huntington的朋友 大家好 現在美國時間是東岸 三點鐘左右 大家如果留意美國新聞 或者COVID-19 我也知道美國總統川普 還有夫人Malania 現在感染了COVID-19 現在我猜猜所有大國元首 或者其他小國元首 都在判斷這個局勢是怎樣 小弟就是重要關鍵 才出來說 我看第一個判斷就是 我覺得雖然是川普大師 今年74歲 在我現在的判斷 美國已經治療COVID-19 到今天為止是很有經驗的 是吧 有種藥 大家知道 Rambdeswear 這個 瑞德西衛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 年紀 長者 例如川普的年紀 Rambdeswear 也有用的 所以藥物已經有了 而且川普就是 你看他這幾天 都頻頻去發表的競選 演說 人相當精神 唯一擔心 唯一擔心 這是74歲 是高藝族 唯一就是 這一點 有些擔心 我判斷就是 川普大師應該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她夫人也是 還有一個比她年輕一點的助手 Advisor 選舉顧問團 其中一個顧問 Hope Hicks 這位小姐應該也沒事 在健康裏面 但是 可不可以再參加 現在就有三十二天左右 就投票了 那會不會因為川普的病 或者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這個機會比較少 我跟他們講 就是現在的判斷 跟你們講 現在的判斷應該是 可以度過那些難關 但是呢 剩下三十二天左右 川普會不會再參加這個集會 但是 假如真的 這個 病情嚴重 所以我現在判斷就是 會 應該川普 就是 二十日之內 二十日之內 應該要 會康復 那你二十日康復 就只有十幾天而已 所以因此就是 假如不幸的話 嚴重的話 會怎樣呢 現在還有時間會想鼻胎 有時間會想鼻胎 即是這個就是 這個情形怎樣想鼻胎 怎樣 根據憲法 找一個代替川普的候選人 這個當然是相當複雜 但是呢 在這裏答你 就是 還有時間可以找鼻胎 代替川普 假如川普是嚴重 不能夠繼續競選的話 但是這個呢 我判斷比較微 那現在大家知道 普通隔離要十四天 要完全康復都需要二十天 也剩下十幾天 會不會將一個總統 競選的日期推遲呢 這個也需要考慮 所以因此就是 所以我也說 世界所有的評論家 政治評論家 是不是 這個元首 大多數都在關注這件事 還有 有否有人乘機火中取率呢 我看就是 在台灣的局勢裏面 需要再重新評估 如果這個 中共的習帝 是會魯莽的話 膽大妄為的 可能在這段日子裏面 因為隔離起碼要十四天 這些日子裏面 可能會對台灣動手 這個時機 是一個好的時機 所以第一點就是 立刻想到 台灣的局勢會怎樣 但是 我斷猜 這個習帝和另外的常委 我想現在中共已經在開會了 他們的常委是嗎 判斷這個局勢 我看下去呢 習帝呢 就是 不會是一個魯莽 行事的人 來的 因此呢 就是繼續 挑釁 在這個 東海 南海 或者台灣的識別區裏面 繼續用這些 飛機啊 戰艦啊 擾來擾去會有 動武的機會呢 我覺得不大 繼續挑釁會有的 台灣的 蔡英文他謹小慎 很小心說不會主動挑釁的 台灣的危機 是會有 至於會不會開戰呢 機會不大 我判斷就是 習帝不會這麼大膽 這麼大膽 去妄為 膽大妄為做這件事的 因為呢 我看下去呢 他們的 中共的 要決定 對台灣開戰 不是習近平一個人說的事 應該是 幾個上位坐下 都可以談過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 習近平呢 不會冒這件事 不會這麼膽大妄為 用武力去攻打台灣的 所以就是 台灣的朋友 少點擔心 那普京 會不會 對烏克蘭 繼續進逼呢 我覺得呢 就是 機會有 機會有 但是不大 當然啦 普京是一個 僑控來的 我為什麼判斷他不敢 對烏克蘭 在下重手呢 因為克里米亞都還沒有消化完 我消化完的意思就是 世界各國 大國 都仍然是 對 普京 去 去 去 克里米亞半島 吃了 這件事 還沒有 德國 法國 美國 都還沒有認同 是吧 美國還對這件事 是對俄國 正在制裁 正在制裁 所以 因此 普京 不會這麼大膽 再去 烏克蘭那裏 下重手 中東呢 中東呢 現在 美國 搞定了 是嗎 阿聯誼 是嗎 和以色列 都已經有幫救了 現在開始是 所以 以色列 看著中東 普京 亦都不會 敢 夠膽 火中取栗 那 在這裏 我們 希望 祝福 川普 總統 夫人 顧問 Hicks 和其他 在美國 感染了COVID-19的病人 早日 痊癒 早日 康復 台灣的局勢 我暫時的判斷 就是 應該 就是 中共 不會 隨便 向台灣 動武 但是 這是一個 好的時機 好的時機 至於 總統運的鼻胎 現在 就是 共和黨中 來得及的 在這點 就是 對川普 就算他傳遇 都要二十天以後 傳遇 對選情有沒有影響 應該多少有影響 這個就是 運氣 運氣 對中共 來說 當然 他也不會想到 習近平 這麼壞 希望 川普 逃不過這個結難 但是 對中共 又是一次傳記 一次傳記 拜登 究竟 會不會感染到 COVID-19 因為他和他辯論過 大家知道 這個COVID-19 可以在空氣中 差不多 全活 半小時以上 他們兩個在這裏 星期二 有交鋒 這個 星期四 各位知 就是川普的顧問 是否 他跟川普 成了一齊 Marine One 那個直升機 那 星期四就 測試到他 川普 看到 他的顧問 Hope Hicks 跟著他 他馬上檢測了 是不是 發現到 他和他太太 都感染到 COVID-19 但是 是不是 Hope Hicks 傳給這個 川普夫婦 這個要進一步分析 是不是 進一步分析 因為 COVID-19 感染 通常來說 發病 不是一兩天的 起碼都兩三天 就是 我 推斷 就是 Hope Hicks 可能在八宮相處 就是 不只是 Marine One 是不是 星期三在Marine One 那裏 一起相遇 Hope Hicks 和川普夫婦 可能在八宮裏面 都已經 有了 就是相處 是不是 Hope Hicks傳給他 是吧 那麼 川普 這個 和這個 拜登辯論 在星期二晚的時候 那川普 當時 有沒有病徵 有病徵 會不會 通過空氣 或者其他方法 就不幸 傳染到拜登 是不是 這個呢 也都需要 追查的 好 今天就是 不阻礙各位了 現在都是美國的深夜 是不是 現在 再一小的評論 台灣 局勢有危機 中共 我看下去 就是 習近平 不夠膽 這麼大膽 膽大妄為 向台灣動武 如果動武的話 開戰 開戰 美國一定 一定要開戰 那誰做三軍統帥 就是 根據憲瓜 假如總統 不能處理事 就由 這個 彭斯 副總統 所以各位 不用擔心 股市不會動蕩 會動蕩的 在這裏 剛剛 美國來說 中秋節 剛剛 這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 所以有時候 就是 國運 有時候要國運 最重要的頒頭選舉 川普 就是 有事 但是我判斷 他有度過這個難關 因為 雍藥方面 美國已經 對這個 COVID-19 就是 很有心 很有心 所以 各位 為了擔心 他是高危 我說過是高危 高危一族 好 今天 當然 有很多華人 尤其是香港市民 都希望 全部沒事 好了 在這裏 都要講一句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Our President Trump And Lady Trump Also Their Advisor Miss Hope Hicks 和所有人 在世界 感染到COVID-19的人 都 早日康復 早日全面 再見 補助 拜拜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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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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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